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成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20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能见每个8090后的童年里都有猫和老鼠的一席之地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其中最诡异的一集 外星人入侵 一个不明飞行物体正在飞速地向着地球飞去 最后落到了门外 把正在偷东西吃的杰瑞吓了一跳 杰瑞一脸呆萌地跑过去看了看 里面跑出来一团很凉糊的东西 变成了和杰瑞一样的外表 杰瑞瞬间吓到赶紧跑回了自己的家里 他往被杰瑞吵醒了 然后看他在冰箱里放肆地找东西吃 就跑上去叫醒他 没想到被杰瑞化解了 最恐怖的是这个杰瑞竟然可以穿透物体重新聚在一起 汤姆被吓到了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他一顿抽打 汤姆觉得事情不对 赶紧躲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藏在汤姆的背后 用变形出来的八爪鱼抓住了汤姆 被他再一次暴打 外星杰瑞把食物拿给了杰瑞吃 但是杰瑞怕这个家伙 就假意与外星杰瑞当朋友 在外面的汤姆想找主人求救 他拼命地叫着主人 可是主人完全不理会他 最后把汤姆扔出了楼 汤姆滚下了楼 正在偷看这个外星人在哪里 杰瑞抓住他的尾巴 想让他赶紧走 可是汤姆非要逞强 主动去挑衅外星人 外星杰瑞把汤姆捉弄得很开心 汤姆最后躲到了主人的身边 没想到这个主人也是外星人变的 外星人把汤姆扔到了飞行器中 正当杰瑞在偷看的时候 外星人的头突然360度旋转 露出了震撼型的笑容 杰瑞也被扔到了飞行器中 他们拼命地想逃离 最终飞行器还是合上了 他们飞离了地球 电影中除了杰瑞的笑容 和整体阴暗的风格极为诡异 最让人心思极恐的 还是有杰瑞女主对汤姆说的 我只是个寡妇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